伊克勒落石滑落 现场扬起大量尘土 这是花莲重德管制站 0403地震哄 同个地点再度出现落石 就怕大规模崩塌 准备上山驾驶 赶紧下车确保安全 当然会怕 虽然刚刚地震还是会紧张 而且旁边又是大风屁 但是我还是要回娘家 火车现在订不到 所以没办法啦 就乖乖排队啦 希望等一下是平平安安的 那个出去梳化 驾驶完全不敢大意 前方路口道路封闭标志 早已立起暂停行驶 重德管制站前 出现大量排队车潮 不止这 受地震影响 台铁已慢速行驶 接运也同步放慢速度 下午5点45分地牛翻身 发生瑞士规模5点8地震 震阳同样在花莲 捷安箱警报声响起 路边小动物疑似诱欢 不慎遭落石击中 整个摇摇晃晃 以兰掉下民众则是见怪不怪 但地震第一时间 民众家中鱼缸 只有平左右摇晃得很厉害 地震侧报中心表示 这是极浅层地震 也都属于零四零三雨震 都会区的位置像在台北 民众感受到会特别的一个强烈 主要是因为这个地震 比较接近北部 还有台北盆地 因为它的一个长子效应 所以震波进来以后 会造成一个共振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地震所发生的位置 还有时间 根据我们的判断 是零四零三的花莲地震的一个余震 序列里面的一群 其实早在上午九点三十五分 南边也发生三个规模 五点一 五点零 四点零地震 判断都是零四零三的余震 地震中心提醒 零四零三余震序列 还在持续当中 能量还会不断释放 余震会持续三到六个月 民众防震千万不可少 三地球员综合报道